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跟他手上握有两大绝招有关系 而另外要聚焦的是前几天 中国大陆透过了这个大数据的情搜 他监控了全球250万人 造成了全球真的是人心惶惶 但是要说到了情报搜集 就不得不提到民国初年的军统局 当时的军统头子戴笠 人家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觉得非常的害怕 而且大家都称他是魔鬼 但这一位魔鬼竟然也有克星 这个克星就是斧头帮的帮主 怎么会是这样呢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康宁大学副校长马熙平 新童好 大家好 资讯媒体人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历史老师陈启鹏 新童好 大家好 资讯媒体人江中博 新童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刚提到了建议委 成了日本第99任的首相 他到底会不会继承安倍的路线 现在国际都在关注 但是呢 菅义伟跟安倍两个人其实私交还不错的 不过两个人身家背景真的是差非常的多 菅义伟可以说是日本政坛非常罕见 他是庶民出身 甚至于他们家还曾经有可能会被遭到灭门 怎么会这样 首先要先讲刚刚你说 菅义伟跟安倍 我告诉你喔 你在菅义伟面前绝对不可以这样讲喔 你要说首相 是啊 因为菅义伟他对安倍 他从来都认为主仆之情不能乱 所以他看到安倍 他绝对不会叫他安倍两个字 一定是叫首相 反而比他小 大概六七岁的安倍啊 该快十岁了喔 安倍叫他常常 有时候还会叫他叫做奸奖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菅义伟人家说他会成功的地方 但是令人讶异的是 菅义伟现在贵为首相 但是他们当初一家人 却可能会遣遭灭门啊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 这个要去讲到当初日本 在东北成立了满洲国开始讲 我们晓得当时成立的魏满洲国 而且还扶植了补仪 对不对 对 所以他爸爸那时候 在日本他们国内的号召 以及他爸爸也需要虎口啊 所以他爸就那时候就跑到了满洲国去 当铁路的员工 是啊 好像我们现在台湾的铁路局一样 结果他在那边当铁路员工 結果他做得还不错耶 你看看那时候他所住的地方 大连满铁公司本部 这就是菅义伟的父亲 我要先证明喔 菅义伟那时候还没出生喔 他的父亲 菅河三郎 当时就在这里有员工宿舍 可是你知道他那时候福利其实很好 收入也不错喔 就在这边还有菅义伟的妈妈 他们两个人就在这边住着住着 然后开始还请用人了 请用人之后呢 打电报回去给日本家乡的 跟他的姑姑啊 就是他爸爸的妹妹讲说 我们在这还不错 他姑姑说那我们去投靠你好了 是 所以那时候他们一家人都在这边喔 但没想到这个时候 日本后来不是战败吗 战败之后苏联人要追杀日本人 那还有那个时候很多日本人 他们也是类似好像战俘一样 要被处决 那时候在整个满洲国有八万个人 日本人颠沛流离被处决 你知道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他的父亲 坚和珊 他爸就在那时候 差点整个家族要被灭口 跟他去了同乡376个人 就死了273个人 那回来大概100多个而已 那逃回来之后呢 逃回来之后 照照你刚颠沛流离回来 应该也很难过 他爸才会做生意的 真的啊 看一下这什么 这个我们讲 叫秋枝公草莓啊 他爸爸你知道他们秋田县人吗 他爸爸在当地种草莓 种一种 种出 变草莓王了 这么厉害啊 他真的是草莓王 因为他是当地草莓协会的 类似我们讲的理事长 扛霸子的 对 就是有点类似 种经销的那种感觉 只有这时候菅义伟也出生了 我告诉你 他一出生 据他的国小国中高中同学回忆 只要每次他们同学之间吵架 红框圈住戴着这个帽子的 菅义伟一出来说 你们不要吵了 然后就会开始讲得头头是道说 停 不要吵原因 停 不要吵原因 然后这些人就会说 好 对 我们不要吵了 真的啊 他非常懂得怎么去 化干戈为玉伯 跟他后来当官网长的角色 是不是非常像 是 好 那我们刚才讲 他不是后来变富二代吗 你知道有钱到什么程度吗 我不讲 没有人知道 原来菅义伟小时候是这样子啊 他除了很会调停同学的纠纷 他那时候有钱到 那时候他们说 可能一个班级 一个年级 六年级升好了 可能只有一两位 才能够订得起的漫画 那时候他刚才叫冒险王 那时候他门口 会有很多他的同学啊 排队啊 学长 学弟排队 就等着要看冒险王 冒险王 来了吗 来了 好 我们先看 他们都看完 看完了 谢谢 谢谢菅义伟 谢谢菅义伟 然后他自己晚上才看 你看多会笼络人心 他这人缘一定很好 当然很好 那另外一个性格神是封城秀藏 因为封城秀藏 是封城秀藏的弟弟 他一辈子就是封城秀藏最好的助手 所以他常常自比自己 我就是封城秀藏 不过我这边讲个花絮 他后来在这个自民党的一次会议当中 他不一样 他霸气了 他那时候为了要争取当首相 他说过去我是封城秀藏 但从吉日起 我要当封城秀藏 我告诉你 你看似瘦弱的菅义伟 现在已经七十几岁 你没有发现他身体很好吗 他以前高中的时候 就是田径队 棒球队 相撲队 相撲 我们开始听说好厉害 相撲不是都胖胖的 他那么瘦 对 日本的首相以前会相撲 然后他大学的时候还是空手道 还三段 他是拿到三段的 好 那这个人他有工作狂 他自己就说我最大的兴趣就是工作 这样的人一定找不到太太的吧 工作狂 怎么去约会 可以啊 办公室练情不约会 他就是在国会议员办公室 他认识了他现在的夫人 而且他的夫人是当时他同事的姐姐 介绍认识这样子 我们看到人家同事的姐姐 谁敢怎样 他一看到 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不但敢怎样 他还说 这就是我的太太 这以后就是我的太太 他一旦下定决心看到他太太 他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要娶的女人 他个性就变封城秀吉了 同样这样的在他重镇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告诉各位 他真的是体力惊人跟毅力惊人 你知道当年1987年 他要选横斌市议员 他当时每天拜票300家 300家如果很近的话还好 我跟各位想 你光按门铃 你一天按300次 他是去300户拜访 所以他当时穿破了六双鞋 他还在竞选期间 拜票期间晕倒 最后他总共败了三万多户 哇 他终于当选了 这样的日本首相 有人就说他跟安倍近代个性完全不同 他才可能是真的要行事上 一统日本的封城秀吉 我刚刚提到的是日本 但我们现在要聚焦的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天网情报系统 监控了全球250万人 而这一支红色情报的魔掌 现在伸向了全世界 让全球的人都非常的担心 但要提到了这个情报系统 就不得不提到戴笠 不过戴笠竟然也有害怕的人 马老师怎么回事 功夫大家都看过 有 里面有上海斧头帮 哪个小斧头 我告诉你 真的有上海斧头帮 真的有 但是斧头帮的帮主 不是电影里面 这个摔样 当然不是这个摔样 上海斧头帮的帮主 那是天下最有名的 王 亚 乔 就这个样子 看起来还有点文字兵兵 是 杜岳声称黄金龙 曾经下令 我们的人遇到了王亚乔 退避三色 绕路走 那戴笠呢 他总是天下第一号情报头子 对不起 戴笠当年就加入王亚乔的手下 当中队长 他叫王亚乔九哥 后来他跟王亚乔结拜兄弟 杀雪为盟 代理手下有一个天 军统第一号杀叫沈醉 沈醉出一个回忆录 他说 天下魔鬼 都怕王亚乔 哇塞 那他是魔鬼王 好 为什么 我先跟你讲 他十五岁的时候 他家乡里面有一个 李鸿章的远房亲戚 李鸿章亲戚在家里面 当作威作福 他十五岁就把他杀了 出手这么狠 对 好 那说他天下第一号杀手 他到底杀了什么人呢 1932年 日本人在上海鸿童医院 庆祝大会 庆祝什么 日皇圣诞 他们在讲台下面 放了一个热水瓶 就是如果这个水 演讲的时候喝水 就要倒热水瓶 对 他在热水瓶的底部 放了炸弹 你说一拿起来 他可能就爆炸这样 砰就爆炸 结果没想到一炸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怎么了 第一个这个人白川义者 他是什么 日本上海派决军总司令 当场被炸死 哇 这个人崇光魁 他是当时驻这个 中国的大使 驻日本驻中国大使 后来当日本外相 当场腿炸断 甚至于关东军的总司令 腿也炸断 上海第一舰队的舰队司令 眼睛被炸下 他这个暗杀很厉害 很厉害 他暗杀太多 请问有一个我百思不解 就他1931年7月到上海车站 去暗杀财政部长宋子文 他就告诉杀手 陈陈说 我告诉你 宋子文喜欢戴白帽 穿白西装 穿白鞋很好认 特征都告诉他了 特征都告诉他了 结果火车一停 一下来六个人 宋子文他财政部长 六个人一下车 结果一走下来 看到一个穿白帽 穿白西装 潘白鞋 逃出枪来 连开三枪 就把他干掉了 就走了 是 说回去复命 杀掉了 成功了 结果 杀错了 杀错人啊 杀了宋子文的秘书 唐于卢 为什么 因为宋子文有消息 听到要杀 就叫他秘书 也穿白帽 白西装 白鞋 所以他们认错人了 好 除了杀宋子文之外 你知道 他五次杀蒋介石 五次 杀了五次啊 蒋介石也躲掉了五次 最有厉害的一次就是 他们到庐山 他到太乙村 太乙峰上面 他们得到他完全行踪 然后呢 他们把枪藏在金华火腿里面 金华火腿再用盐把它封起来 是 因为山上检察人 结果你知道 王雅乔的太太亲自出马 扛了金华火腿 是 进去 把枪运进去 然后交给杀手的 杀手人把金华火腿拍开 把枪拿了 但有一件事情没搞清楚 怎么了 居然就把金华火腿 随手丢到树里里面 啊 怎么会这样 结果 蒋介石四位 在搜山的时候 看到金华火腿 一打开里面是空的 知道完了 有人印武器进来了 哦 对 结果 在杀蒋介石的时候 那个杀手 砰砰砰 就被蒋介石四位杀死了 是 这是一次 第二次 国民党 开 四权 第六中全会 是 第六中全会呢 是由谁 当时的行政院院长 汪精卫 汪精卫 民国第一美男子 是 汪精卫 他是行政院的他报告 因为他跟蒋介石 是非常不合的 嗯 而且他一直想干总统 要把蒋介石干掉了 结果蒋介石听他的行政院长报告 很不爽 就蹦蹦蹦就到二楼去了 突然人家上来说 这开完会 惯例要有个大合照 是 他说我心情不好不照了 你知道汪精卫照好了 你知道吗 就他没有下去照相 是 就汪精卫下去跟大家照相 他站在中间 结果 汪精卫派了杀手来杀蒋介石 就看最中间那个一定是蒋介石 要脚 对不对 站在最中间那个 结果怎么知道中间那是汪精卫 砰砰砰的开了枪打汪精卫 本来应该把他打死了 但是张学良在旁边一脚 就把杀手枪给踢掉了 张学良踢了一脚把杀手枪掉 但是有一颗子弹 打进汪精卫的后背 卡在脊椎骨上面 这样会半身不随啊 没有半身不随 但没有一个医生敢开刀 送到日本去 日本医生也不敢开刀 说这个子弹只能这样放到 你一拉出来他就半身不随了 是 所以汪精卫身体里面 一直有脊椎骨障 一直有个王亚乔寿命 打在子弹上面 汪精卫后来死亡 跟这子弹有关系 因为那子弹放久了以后 那个生锈腐败了 那变成细菌感染 那汪精卫就为这颗子弹死掉了 戴笠怎么样都找不到 王亚乔到哪去了 但蒋介石说你要把我杀掉 这时候戴笠圈在香港 抓到王亚乔第一心腹 于立奎 抓到于立奎他就知道机会来了 他把于立奎弄到南京去 但于立奎汉子一条 打死不说 他知道他在乌州打死不说 是 他们就从于立奎老婆 于婉军身上着手了 有一天 这个于婉军邀请他来吃晚饭 说你到我家来吃晚饭 他是个平房 结果王亚乔就去了 没推开走进去觉得不对 五七八黑的 为什么不开灯 他就心生警觉 正在心生警觉想推出的时候 啪一下眼睛正刺痛 撒石灰 石灰撒眼睛里面 看不到 完全痛 睁不开了 但他太警觉了 他知道转胜已经来不及了 他一个厚重 就直接往后面 一重 脚一蹬 就往后面走 然后把腰间双枪一拔出来 叭叭叭就直接往里面打 闭了眼睛 直接就往里面打 对 但是他没有想到 屋外已经有埋伏了 他一个厚重 一出去 啪一下两鞋 插两把刀进去 两把刀直接插进去 一插进去以后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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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们砍 后人检查他的尸体 他身中五枪 然后被杀三刀 当场BB 是 一代杀手 还是被人家暗杀了 而且 为了复命 因为王亚乔太多变了 为了证明说 我们真的杀了他 把他整个脸皮包下来 所以王亚乔 上海斧头帮帮主 天下第一杀手 最后还是被别人暗杀了 好 刚刚提到的王亚乔 最后还是死于戴笠之手 我们就提到了戴笠 其实就是蒋介石的左右手 但是历史上 明成主朱棣的身边 也有一个像戴笠 这样的一个人物 这个人其实是明朝的罪恶锦衣卫 明朝的特务组织锦衣卫 让人文字上感 而他们身上最鲜明的标志 就是飞鱼符跟绣春刀 那根据史料记载说 这个锦衣卫必须身穿飞鱼符 手持绣春刀 才能够跟在皇帝身边 那个飞鱼符的图案也不是飞鱼 它其实是三海中的一种神兽 叫做龙鱼 这种龙鱼是龙手 四爪 鱼尾巴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图案 它其实有一个鱼尾巴 那这样的一个图案 在皇帝赐给官员的服饰之中 名列第二 所以要二品以上的官员 才能够获搬这种飞鱼符 那这个绣春刀 同样要有一定的官职 才能够被皇帝颁发 不过这样的一个绣春刀 到现在到底长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 因为没有任何一把绣春刀 流传下来 但是史料有描述过 说这种绣春刀 单手可以斩刺 双手可以砍批 砍死一批 所以可见得这把绣春刀 应该暗藏机关 可以因应不同的场合 随时做调整 来去进行克敌的动作 那这把绣春刀 那它的名字由来也很特别 那有一说 它是来自杜甫的诗句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这种绣春刀 不轻易出窍 一旦出窍 就要见血 而且见血 血弱 就像春天的鲜花一般 所以也就是说 这把绣春刀 之所以会称这个名字 是因为他会带来 心风邪乙就对了 那所以这个锦衣卫 后来因为太恶名昭彰了 就被朱元璋 在晚年的时候废掉 可是废掉之后呢 到了朱棣的时候 又死灰复燃 全市更上一层楼 而中间有一个人 起了关键的作用 那就是刚才新童所讲 名列二人榜的 罪恶锦衣卫 叫做季刚 因为朱棣发起禁难 他就去投靠朱棣 朱棣也觉得 这个人不错 武艺不错 那我就来用他好了 尤其是他发现 这个季刚很善于窥探人心 所以他就说 来 你给我负责去抓捕 建文帝的旧城 所以建文帝旧城被他抓捕 十几家 很多人被他害得超级凄惨 我们都有听过说 被租十足的方孝如 对不对 对 可是方孝如不是最惨的 还有一个人更惨 那就是被刮曼超的警青 那讲起这个警青 他是建文帝的旧城 那不过在禁难之役之后 他归顺朱棣 不过他只是假装归顺 目的是要找机会来刺杀朱棣 那当时呢 这个朱棣呢 得到一个能人的提示 因为这个能人叫姚广孝 他夜观天象 发现有一颗闪耀着红色的星星 接近地心 所以他赶紧跑去跟朱棣讲说 有人穿着红色的 有人会想要刺杀你 所以你要注意身穿红色的衣服 结果有一天朱棣上朝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警青 穿着大红色的官袍 他心中一当 莫非就是这个人 所以他就要人去收身 果然在警青身上 收出一把利刃 这下东窗事发了 警青破口大骂 结果朱棣一听到他 你骂我 所以他就要人把他的牙齿大掉 把舌头割掉 警青还不放弃 直接把满口心血噴的朱棣 全身都是 朱棣活大死了 下令折刑 那这个折刑 就是把皮剥下來做成稻草人 而且剩下的骨头 还要挫骨扬灰 而且不只这么残忍 朱棣还下令说 这个警青在还没剥完皮之前 如果死的话 筷子手跟监展官要一并促展 所以你知道监展官 多担心自己人头不保 他找了一堆名医来 随时止血上药 甚至还定时给这个警青喝生汤 这很折磨 对 就是要让他受尽折磨就对了 所以据说这个警青被剥下人皮之后 他的眼睛还可以动 他整个行刑的过程 长达八个小时 你看光剥皮剥了八个小时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警青 真的说有多凄惨就有多凄惨 可是即使警青这么凄惨 朱棣还是余怒未消 下令季刚 来 你给我把这些警青的亲朋好友 抓来刮曼超 所谓的刮曼超意思就是说 只要跟警青有沾上一丁点关系 全部都抓来杀掉 所以不仅是他的亲朋好友 包括老师 学生 甚至街坊邻居都被杀掉 认识他的就要杀 对 所以当时因此而死的 有上万人之多 那也因为季刚在这一场 刮曼超之中立的大功 所以后来朱棣登基几位之后 就封他为靖一位的指挥使 让他的权势再上一层楼 那不过这个季刚掌握大权之后 也开始胡作非为 向他去抄这个靖王的府邸的时候 他居然把这个王爷的服饰 带来家里面自己穿 晚上办宴会 叫那些奴仆来 高喊万岁 结果你看他自己居然 晚上在家里过皇帝的饮 不止如此 当时朱棣的皇后过世 所以他下令天下来选秀女 一批美女被选 还没进宫 季刚就先去挑 挑了几个漂亮的 先来家里享受 也就是说 他直接把皇帝的女人都抢来了 你看他有没有胆大包天 还有一次 他看上了一个美女 美女道姑长得很漂亮 想要把她买下来当作小妾 结果有一个嘟嘟叫做薛璐 先下手了 结果他就怀恨在心 有一天在朝廷上看到他 一看到他心愁就很涌上心头 直接给他一记闷棍 打到他脑袋瓜子当场裂开 他朝廷 皇帝面前 对 没错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季刚有多么胆大妄为 那不过他的好也没有多久 他的嚣张也没有多久 因为没多久他就被人家 檢举说他意图谋反 朱棣一查之下 果然却有此事 后来就另外派人手把他抓起来 给他受的刑就是折刑 跟当初他折磨的警亲是一样 所以我们只能说他这样的一个下场 也只能说他是因果报应 那个循环不爽 听从想要邀请您一起加入YouTube会员 每个月只要两到三杯手摇引的价格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频道的专属会员 拥有专属于你的徽章 同时你还可以观赏到 我们为你做的独家影片 欢迎一起来加入 支持我们为大家创造更好的影片 欢迎回到五七新闻王 前几天台南普济店的池王爷 是下令警告说 属这个兔 马 狗 猪 这四个生肖的人得要特别的当心了 尤其是在鬼门关的这一天 但没有想到同天属猪的小鬼 黄鸿燊竟然就意外的猝死了 很多的网友就在想说 这个恐怖的巧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大家就特别关注这一位池王爷了 其实那个普济店的那个池王爷 出签一向来都很准 可是他平常不大乱随意出签的 不太警告大家了 对 因为这个什么 池王爷这个普济店 以前原名叫普济寺 它是明镇时期 是台湾最早的王爷庙 可是他的普济寺那个年代 为什么叫士 因为他是佛教 类似佛教的那个寺庙 是 所以那个时候主寺是观世音菩萨 可是后来童安有一个商人 就从大陆就背了一个神像 池王爷的神像来到这边 他这个地方原本是让人家借宿的 因为你如果太晚进来的时候 来不及进台南城的时候 通常就在这边打监一个晚上 早睡着 早睡一晚 所以那个神明放在那边 隔天他要走的时候 那个神明怎么叛叛不上人 长才排来 对 神明意思就是说 我要在这边住 他不走了 对 他就在这个地方好 这个地方是一个好的穴位 这个寶地 所以他要留在那边 当年要请示观世音菩萨 请示观世音菩萨 也感觉可以 叛叛都可以 所以后来就这个地方 就开始主寺就变成 为什么后来变主寺这个慈府王爷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很平衡 我就跟你讲说 他不开口则以一开口 一警示的话 完全应验你知道吗 包括后来的穴疫 什么事情的话 慈府王爷只要讲的话 都能够救这个地方 所以可是你知道大家 怎么说慈府王爷 可是后来经考证 他不是慈 大家刚开始还以为是 五辅千岁的慈二王 慈梦标 后来一查 不是 这个慈府王爷叫做 叫做陈文奎 他是宋代人 对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他有一次 在野外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上一个 同安那个地方的水源 一个池塘 刚好有瘟神下来 在那边下毒 所以他想说 他这个堵下去 这个地方上 他死多少人 救地方人 他就跳何至尽 你人死在里面 这个水塘不敢喝 对啊 所以他就救了 这个地方的人 原来就是 后来地方人感念他 就把他供奉成王爷 那为什么后来叫慈府王爷 可能是跳到 那个慈里面有关 可是你看我们这张地图里面 这个台南的一个地图 这边有三宝头 尖山 刺坎 附顶巾 九陵 三川台 这个地方 轮载点 山载尾 这个地方 这就是台南的 比较 他说是七座山 其实台南没有山 这只是地势 比较高一点 可是你把这个地势 高一点的地方 刚好把它画起来 就很像一个凤凰 展翅的一个图 在这边 有沒有 普吉殿 刚好就在凤嘴的位置 前面这里 对对对对 所以人家讲说普吉殿盖在这边 就叫做蜘蛛结网穴 所以把这一只凤凰 展翅凤凰 压在这个地方 你尝开的时候 要在那边偷偷 你就不会死去乱走 所以你不飞走的话 那这个凤凰在这边 就维持台南府城的一个繁荣不醉 所以大家都想说 普吉殿原来它的功能 除了这个神明很厉害之外 要盖到这个地方 也有它的功用 让台南府城 一直兴旺下去 意味很重要 对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 这个普吉殿的那个慈府王爷 是 其实真正慈府王爷有名 是在五府千岁 这个五府千岁叫做慈梦彪 他不是刚才那个 不一样的 刚才那个 是 那这个戴天府 其实当初为什么这么有名 你知道 而且王爷信仰这么多 这个戴天府真的当初在盖庙的时候 就神机不断 你知道吗 因为当初在盖庙的时候 因为1817年那个时候 就发生了很多那个庙柱 相传下来的一个传说 就刚刚说 那个五府千岁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当然要寻一个宝穴来盖庙 对 他刚好看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错 就指示他们那个鸡筒什么东西 我要在这里去廟 就选这里 可是选到那个地方的话 每次要盖庙的话 凉怎么上 上不去 怎么会这样 动大兴土木的时候 一定会出意外 是 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个神明就开始讲说 原来这个地方有一个银仔公 已经有人站在这里了 对 就比方说以前在清朝 清康西时代 这个地方有个木桶 那个木桶在这边 他就在那边放木 对不对 有一天在躲雨的时候 他躲到树林里面 就坐在里面 突然间那个树林有一块地 怎么样雨再下多大的话 这个地方都是干的 都晴朗的 没有雨 你知道吗 原来他得到一个宝穴 这个叫做Hole Head 就坐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每天没事的时候 就坐在那边 就开始感冥想干什么 竟然得到 有一天他就坐在那边 就升天了 那他家里面的人 发现之后 就超级要包包 因为木桶没什么钱 包包就把它抬下去 就直接那个位置 对 就葬在那个虎穴里面 你看 所以他就觉得说 这个地方是从我以前 修炼的时候就带了 他后来又修炼变精之后 他又找了附近的阴兵阴将 大家一起来修行 因为木桶也不错 他又请大家来这边修行 所以五五千岁 看到这个地的时候 孩子说就说 这个地方我以前 生前就在这边了 而且他讲说 我当时为什么 那个五五千岁 就说这块土地有什么是你的 他说我当初生前 就有插一根铜针在这边为祭 那五五千岁的时候 我当年代天巡手下来的时候 看到这块地的时候 我也埋了一个铜针在这边为祭 两个人都埋东西了 那时候 既然大家都有埋东西 我看看 找土地公来看看 做感情 对不对 土地公一看的时候 他一挖开 竟然是一根铜针 插在一个铜针里面 到底是为什么 土地公关接又小 看来说 这线这么大 大家在玩家 我快来走 那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 孩子就说 你五个大人Q 我是个孩子 对不对 那你真的要抢这块地 你真的要给我盖廟的话 大家来烧打 打一架 看谁 不一定打输 对啊 如果输的人就退出 这个地方就给 所以那个时候 你看 以前好几代前的庙柱 一直流传这个故事 就是说 每到下午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飞沙走石 晚上就听到兵器相搭的声音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兵马杂塌 有没有 就一堆人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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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打得很凶 对 那到底打到凶了怎么样 有一天 比较好夸张的一点 就是说 那时候神明刚开始盖廟的时候 有一天那个庙柱 早上开庙门的时候 发现庙门口怎么一滩血 后来又跟着那个血进去的时候 一直血血血 那个滴 滴到神桌上 你知道吗 他突然看到说 走一个 神明哪有灰的 奇怪 好奇怪 仔细一看 原来那个里面吴三王 因为这个吴府千岁里面 吴三王是骁勇善战 你看他每次起架的时候 冬季来的时候 那个手枪 从头上卡下去 那边都敲断你知道吗 是 他就是那种很霸气那一种 你看后来一看那个神明的话 额头竟然有一个疤 你看在这个地方 真的耶 就在那儿 对 很明显 而且这个神像 三百多年的神像 怎么会有一个疤 之前没有 而且这个什么 人家就讲说三王破额 任捕不平 神像破一扛 我一定要叫人来破 开始修妻 或磨平或怎样 可是不管怎么弄的话 隔天这个疤又跑出来 弄了好久弄不好 就干脆就给他这个疤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就是在跟小公相见的时候 叫小公的哨帚打到 好了 那后来怎么办 打到这样地方 一堆人都觉得很痛苦 那那个时候就找赤山炎的佛祖 对不对 观世音菩萨 还找学甲 那个附近的那个什么 宝生大地 妈祖婆 大家出来笑 笑好笑 所以小公那时候就好 没关系 你王爷公建大廟 对不对 我小公也要建世廟 对不对 你大廟来进香 小廟一定要有境 所以说你大廟拜完了之后 你一定要小廟也要拜 这样才会兴 所以共同把南昆森的香火 弄鼎盛起来 好另外现在农历八月 大家都说是求桃花的好时节 就是因为八月十五 其实是月校老人的诞辰 而且中秋节呢 更是你求姻缘的一个好时机 当然如果感情顺利甜甜蜜蜜 就没有问题 但如果感情出了问题该怎么办 要问一下启鹏老师了 听说台中有一尊神明 是专门帮人家 展桃花 展小山的 对 台中有一间慈德慈慧堂 创建于民国72年 里面有官圣帝君 还有玄天上帝等祖神 不过信徒更常参拜的是 一楼偏殿的一个慈慧堂里面的 月姻缘殿 因为在姻缘殿里面有一尊月老 据说非常的灵厭 是名列全台灵厭月老中的第五名 而这边的月老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有个下属 叫做阴暈死者 那这个阴暈死者 它的由来可以上溯到 清代的清义路 里头有提到说 这个阴暈死者 阴暈大使是专管前犬之事 也就是专管男女感情就对了 所以庙方也表示说 如果是婚姻大事 由月老来负责 但是如果想要展小山 展烂桃花的话 就由阴暈死者来负责 可是这个清义路里面 并没有提到这个阴暈死者 长什么样 不过你如果到台中慈德慈慧堂 可以看到有 有具体神像 这个跟我们的神像 印象中都差很多 对 他是身穿警察制服 脸一边黑一边白 手拿棍子 右手是母猴 左脚是公猴 那这个形象是怎么来的呢 这就是从女信徒的一个梦境而来 那讲到这个梦境 我们要先讲说台中有一个女信徒 那她的先生到大陆去经商 那因为两人分隔两地 又各忙各的 所以后来久了之后感情就生变 然后这个女信徒意外发现 先生有了小三 大吵一下 结果之后情绪激临崩溃 就她的邻居问她说你怎么了 她才把自己的夫妻 适合的情形讲出来 然后这个邻居就告诉她说 这个慈慧堂的月老很灵验 你去跟她求求看好了 所以后来这个女信徒 就准备了鲜花素果去拜月老 就拜完月老 她不仅心情变好 而且没多久 她的丈夫就回来台湾 主动跟她认错 说自己有小三是一件荒唐事 这样很灵验 对 那这个女信徒当然会好奇 你怎么突然转了信 愿意认错 这个时候她先生告诉她说 有一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个黑白脸的男子 拿了一根棍子 朝她就狠狠给她一棍 结果她本来想说是梦境 结果惊醒之后 结果自己居然两天不能动摊 结果她的小三看她两天不能动摊 以为她是中风还怎么样 结果居然就气塌不顾就跑了 结果她一来觉得这个小三实在 太无情无义 那二来觉得说自己的老婆 还是对自己很好 所以她才会回来乖乖认错 好 那不过这个 这个先生虽然乖乖认错了 但是这个女信徒 心里还是很有疙瘩 不知道该不该原谅这个先生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她也做了一个梦 梦到月老把她带进这个 姻缘店里面好好跟她开导 说要她心胸放宽一点 原谅她先生 就在月老跟她开导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月老的背后 站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黑白脸的形象 就跟她先生所描述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她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 原来去打她先生去斩小三的 就是这个阴暈死者 所以她后来惊醒之后 就决定说 要送给这个慈慧堂一尊阴暈死者 就按照这个梦境中的样子 打造了这么一尊神像 所以这也就成为全台唯一一尊阴暈死者 那当然我们讲到说这个烂桃花 有些是因为男人的个性 喜欢炼花惹草 那也有一些是因为命带桃花 引来一些无必要的纷扰 不过有一些烂桃花 却是因为地理风水而来 怎么会这样 那在那个屏东万丹乡伦顶村 这边就有个禅厨穴 是 这一个 对 就是这个禅厨穴 那在三清宫面前 那据说它就是会引来 引来村庄的不安 而且会让妇女弘性出强 那这个禅厨穴的由来也很特别 据说是这个地方伦顶村 一直风水都不错 所以人才背出 就有个地理师看了 就非常眼红嫉妒 所以他就趁着半夜拿了工具 要来去沼穴破坏风水 哪知道他到三清宫前 才挖了一个洞而已 结果就出现了大批的禅厨 这样子向他扑来 他吓得落荒而逃 可是至此之后就传出说 只要谁敢动这个禅厨穴 就会让村中的妇女弘性出强 那结果有人不信邪 想说在三清宫面前 神明面前谁敢乱来啊 结果他就真的去清扫一下 果然就出现了许多 家庭失和的情形 所以后来大家就不敢动了 不敢动之后怎么办呢 这个禅厨穴在那边也不是办法 所以后来据说 那个信徒就向妈祖求助 就是三清宫的妈祖 那妈祖就说 好 你们把它填平坐停车场 那结果就在 妈祖的神力的加持之下 那果然后来填平之后 就平安无事了 所以无论你的烂桃花 是因为个性或风水而来 记得如果有家庭失和的情形 跑去请相关神明求助 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欢迎回到武器新闻王 两军对峙有时候比的不只是战力 比的还是情搜能力 最近有一则外电消息 大家就在传说 怎么这一个曾经登上花花公子 杂志封面的俄罗斯美女 她在进行外拍的时候逆弊 那逆弊之后 大家竟然说她是一个女间谍 怎么回事 因为就是因为她逆弊的这个地方 靠近了北约的军事情报组织的 一个基地 很多人就说 这个是不是女间谍来进行情搜呢 但提到了女间谍 你知道哪里出产最多的女间谍吗 就是这一个以色列的情报组织 叫做摩萨德 要讲到美女间谍 一定要No.1摩萨德 世界有四大情报机构 前三个大家都知道 美国CIA 英国的军群六处 俄罗斯的KGB 但是摩萨德 是这四个里面 最神秘 最凶狠 最杀无色的情报机构 好 这是摩萨德总部 摩萨德的领导人 是由以色列总理直接批准的 不必送议会统议 好 而且所以她是总理的直接信物 她每个礼拜要跟总理直接 匯明一次 把最机密的事情都告诉总理 隶属总理 你如果进去她指挥中心 一面大墙 一百多尺 就是个世界地图 上面亮了各种颜色的小灯 有什么意义啊 就是比如说黄灯 就是世界领导人出房的足迹 红灯 就是对我们有危险的间谍投资 到世界什么地方去 是 全部在她掌控里面 好 那摩萨德最厉害的 有个叫短箭小组 短箭小组特工这座特工 杀手中的杀手 从来不曝光的 短箭小组四十八个人编制 其中四十二个男的六个女的 他永远保持四八个编制 一有人退休或者是死亡 就补进去补进去 这六个美丽 至少要超过一百四 这么聪明 武功高强 还有一个最好是有外国人的身份 不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会被试破 好 短箭小组大家平常不知道 1972年 慕尼黑奥运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 原来有个短箭小组 而且这么厉害 1972年慕尼黑 夏季奥运发生什么事情 八截解放组织 八个杀手 闯进了以色列选手村 先砰砰打死了两个 然后绑架了其他九个 绑架其他九个 我告诉你 以色列给德国说 我的摩萨德要进来拯救 德国说 对不起 你不能进来 你进来 就等于破坏我的主权了 这个我自己会解决 是 结果这世界上最丑陋 最难堪的一次人质解救事件 德国人在机场 要把他们上飞机的时候解救他 结果 害得九个人质全部被杀死 人质都死了 人质全部死了 很糗 德国最糗 所以德国就那一次之后 设立了自己的最高级的反恐情报单位 好 不管 以色列一看 你杀了我十一个最顶尖的运动员 是 他弄了一个上帝的复仇计划 也叫做天猪 猪杀的猪 天猪计划 他就弄了 你杀我十一个 他就把八戒 也弄了十一个人 人头出来 这十一个人 杀 就是他们的目标就对了 对 目标 复仇 好 短见小组就出动了 我先简单讲一下 第一个是排四号的 意大利的巴结负责人 很简单 他就被砰 暗杀死了 第二个是第十号 巴黎的巴结负责人 他不出门了 他知道要杀他 结果以色列特工把他电话电缆剪掉 是 他在家里面办事 他没有电话不信 一拿起来不通 就说去找电信局来修 电信局来的就是以色列 短信条特工 但是就 这就厉害了 是 这个法语讲的 溜的听不出来 就是法国人 居然修电话 在电话下面抓个炸药 炸药是遥控的 是 完遥控 然后就把电缆接起来 就通了 有一点他们打电话进去 还接起来 万一他太太结婚 女儿接 对不起 炸弹是不爆炸的 真的啊 这么精准 他一接一问是他 也一咬过 就把他炸死了 好了 第三个就更谨慎了 到哪里都保镖 结果他进一个旅馆 进旅馆 他们已经知道他进这个旅馆了 就在弹荒床上 把他炸弹 那炸弹 那炸弹会爆炸 不会的 他接触在上面 炸弹在这里 一定要有人坐下去 这个东西 砰 打到炸弹 这炸弹 不会爆炸 就会启动 启动而已 启动 然后还是遥控 然后一弹起来就解除了 我告诉你 突然说 停止行动 停止行动 为什么 隔壁住了一个 以色列新婚夫妇正在度蜜月 他说没关系 我们换炸弹 绝对不会 惊扰 不会波及 到隔壁 好 结果你知道 他进去的时候他保镖就按床 就按床 啵 启动 但不会爆炸 不按 啵起来 又解除了 好了 到了晚上 看到灯灭了 一灯灭了 啵 一睡下去 启动 啵 就爆炸了 就爆炸了 然后 这第三个 第四个又被暗杀 好 那就 他就逃回贝鲁特 巴结总部 他吓死了 我告诉你 以色列中的青春之权行动 这行动是什么 你听说有三个 这个 十一个人里面有三个 躲在巴结总部 你知道以色列多厉害 摩萨塔先进去 埋伏当观光客 然后空降 水面上突击队 杀进巴结总部 直接把这三个人干掉 巴结总部有几百人 他们三个人进去而已 不是 他一堆人进去把 这其中三个人杀掉 顺便杀了一百多个巴勒斯坦兵兵 天啊 他们只死了一个人 这世界文明的青春之前活动 好 这就七个 第八个暗杀 第九个喜欢吃巧克力 巧克力毒死 最后一个来了 最后一个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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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九夜的头领 最难杀的 他是排名第一的 好排名第一 怎么杀都杀不死 最后就派出最厉害最厉害最厉害的 睡眠杀手 睡眠杀手 睡眠杀手就是这个人睡着了 完全不露面 不浮出水面 是 他只做一次任务 完全没有人可以辨识他 就这个人 埃利卡玛利亚钱伯斯 大家要看这个睡眠杀手 天啊 他是英国人 伦敦出生的 到这个以色列读大学 被吸收 吸收之后 你睡眠掉 你不要出任务 你到德国去住三年 他德国只住了两年 一个叫他画画 变成德国一个年轻的画家 第二个他就去 参加支持巴结的组织 跟他们一起活动啊 什么活动 睡了三年多 现在说你出动 你去杀萨拉梅 他就到贝鲁特 贝鲁特 萨拉梅家在这里 他就在他家旁边大街 住了公寓房子 当然一个外国人来这边住 总要调查 一调查 clean 干净的不得了 又是我们巴结的支持者 然后又是女画家 对 然后又是这个英国人 没事 后来这个萨拉梅 听说有一个外国人住这边 他喜欢弄流浪猫狗 很孤独的一关 就说 就找他聊天 真的啊 他自己主动送上门 他说你有什么好 四号 他说喜欢游泳 他说我家有游泳池 到我家来跟我游泳 两个就游泳 又吃晚餐 这个到底他跟他之间 有没有发生关系 是不晓得 是 好 有一天萨拉梅就说 我明天下午要去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他说你不要跟我一起 他说我不要 但他已经知道他经过了 是 这个情报一出来以色列多厉害 弄断线 一个短线小组男特工来租了一部 黑胶车 然后把45公斤的炸药放进去 通通弄好之后就返回以色列了 第二名短线特工来 就把车子开到他家公寓的旁边 开走之后 人又回以色列了 完全断线 你怎么查查 第三个来 送货 把遥控器给了他 结果这个萨拉梅的车队一到这边来 一挥控器 砰一下 这个四速攻击炸药 砰起来就大爆炸 你知道死了多少人 多少人 九死十八伤 哇 九死的人里面是哪九死的 注意看 这就是那个 当时的那个现场 对 好 死了一个萨拉梅 被他杀了 死了四个保镖 还死了四个路人 路人 前面这四个路人里面 有一个是德国的修旅 是 一个是英国的大学生 德国跟英国发火了 你杀萨拉梅是以色列的事情 你杀我德国修旅 你杀我英国大学生 啪 火大了 好 结果 睡眠杀手 从此没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他就消失了 消失了 没办法 他就出一次任务 因为他 杀九个人 八姐势必要找他 所以这个萨拉梅虽然后来到哪里去 不知道 但是他需要杀手 我跟你讲他要补的 就补他的睡眠杀手 你知道是谁吗 谁啊 这个女的 盖尔弗利亚德 他消失之后 他们就一再找睡眠杀手 就找了他 他也是英国人 是 而且他妈妈 以前就是摩萨德的杀手 哇 就他妈妈在有一次出任务的时候 被哈马斯的领导人 叫做巴马胡赫 是 杀了 他读大学的时候 以色列律给他说 你妈妈死了 你妈妈是摩萨德的杀手 哦 间谍 所以他自己都不知道 对 不知道 他说你要不要也加入 替你妈妈报仇 他也加入 这样就吸收到了 我告诉你 他的智商超过150 这么聪明啊 对 中超音就把他吸收了 吸收以后 就叫他你到杜拜去 他说为什么要去杜拜 他说现在有八姐的人 因为杜拜 那时候以前杜拜很烂的 后来越来越烦 是 八姐喜欢到杜拜去度假 哦 你就到杜拜去当睡眠杀手 他到杜拜去每天玩啊 闹啊什么 到了三十岁 还没有一个另一来 天啊 享受这么久了 享受这么久 三十岁了 他还结婚 哦 真的啊 还结婚 在杜拜 这时候啪一个命令来了 杀你妈妈的杀母仇人 要来了是吗 哈马斯的领导人 马巴胡赫 要住进杜拜的酒店 哦 他说那我来杀 是 他就用美色诱惑马巴胡赫 但他杀马巴胡赫 又要让他看起来 像自然死亡 是 结果你知道他多厉害 他给他注射毒药 注射在什么地方 哪里啊 他注射在 脚大拇 大拇指的指头里面 指头里头啊 打进去 没有针孔 你全身找不到针孔 但是他被抓了之后 出现一件事情 他被监视剂拍下来 所以哈马斯下令 全面追杀他 是 结果追杀他 他从此整容 换一个人 消失在天涯海角 给他先追 听从想要邀请您 一起加入YouTube会员 每个月只要两到三杯 手摇引的价格 你就可以成为 我们频道的专属会员 拥有专属于你的徽章 同时你还可以观赏到 我们为你做的独家影片 欢迎一起来加入 支持我们 为大家创造更好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我们下转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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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专属跟导物 你这本来是什么 对手 邀请再帮助 她的手